5月12日 加拿大多個城市的臺灣商會發布聯合聲明 呼籲世界衛生組織邀請臺灣 參加2022年世界衛生大會 2022年5月12日 加拿大各大城市臺灣商會發布聯合聲明 呼籲世界衛生組織邀請臺灣參加2022年世界衛生大會 允許臺灣為全球防疫作出貢獻 今年5月22日至28日 第75屆世界衛生大會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 多倫多臺灣商會榮譽會長尤宗希表示 臺灣兩年來的防疫經驗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得到了許多國家的認可和稱讚 聲明中表示健康是基本人權和普世價值 是為不應因政治因素把臺灣排除在外 全世界的公衛體系應該是無關政治的 如果把WHO變成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場所 事實上就會剝削全球在這個平台裡的防治能力 鄭修珍代表多倫多、溫哥華、蒙特利爾臺灣商會 呼籲世界衛收組織 邀請臺灣參加WHA 並參與WHO所有活動 回歸到專業 不要讓政治凌駕 專業這樣才能期待一個更安全的世界 駐多倫多臺灣文化中心主任孫國祥表示 臺灣進入世衛組織的關鍵障礙是中共 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綏靖政策 助長了中共輸出專制 新大人電視台記者王萬晴、唐雲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